每天中午11点50分下午6点 环球财经连线让每一次连线都有价值 而就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财经频道G20前方记者在匹兹堡也做了调查 一位多年从事中美贸易问题的律师就给出了建议 他说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可以通过投资来解决 温国为美国匹兹堡律师 专门从事投资收购等业务 先后35次来到中国 对于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 他认为完全可以通过投资来解决 我认为中国政府需要考虑 是不让经济增加贸易 而是让中国社会和中国投资者 投资者投资在美国和国际合作 温国为告诉我们 目前美国的能源建筑环保领域都有很多投资机会 中国公司大有可为 G20峰会期间呢 前方记者瑞承刚独家专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对于中美国的能源建筑环保领域